大家好,我是陳恆斌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疫情之前 就駕駛了車回內地 但是經歷一年多來的封關 車在內地又不能回來 根據運輸署的規矩 如果你的車多過七年 就要每年驗車 但是如果你的車不驗車 又不回來的話 根據運輸署要求 就會取消你的牌照 所以這段時間我都收到不少這樣的求助 在日前我跟運輸署處長討論這個問題 我亦都向他表達 這個不是大家都想的 是大家都因為疫情原因而沒有辦法回頭 如果回了下來又不能回頭 所以我們向政府提出了 可否用一個特別的措施 容許一些車在內地繼續行駛 當他們可以回來的時候 就預先預約 然後回來 到時就不會被人取消牌照 亦都可以回來再去驗車 做相關的手續 運輸署的反應都是相當正面 儲方會在日內公佈一些措施 希望這個訊息能夠幫助在內地開車的朋友 你又不需要那麼擔心 又或者不知道車會不會被人報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有些朋友 他就想回到內地 但是現在人是可以經關口回去的 但是如果你有中港車就駕不上去 如果其實你回到內地隔離 然後你駕駛上去 在內地你就不需要用當地的公交 亦都是對於你出入更加方便 亦都對於防止疫情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日前亦都是向當局 是希望建議他和內地商量 可否給香港的中港車駕駛上去 到時人去隔離 車子拿去消毒 14日隔離之後 駕駛自己的車 可以在內地行走 那就更加方便 這些便民的措施 我都相信政府是聽到我們的聲音 會逐步去跟進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都會和大家保持聯絡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我們民建聯的Facebook 多謝大家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